不删掉 去往一战期年尾 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位挑战者了 前段时间跟我还有过一面之缘 我们还曾共同主持过一个活动 下面让我们有请 来自澳门的戴显阳 有请 你好 万一怎么样 又见面了我们 又见面了 非常开心看到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门的戴显阳 你们好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戴显阳 跟我一块共同主持了 咱们在澳门举办的那个中国华服日的活动 没错 他是澳门中华文化协会的副理师 没错 没错 其实我也是一个土生仆人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其实会学广东话 普通话 英文 也要学一点点的葡萄牙文 我可能比较在学校里面讲话的机会比较多 老师看到我这个点的话呢 就常常叫我去参加这种类似朗诵比赛啊 都是跟谈话讲话有关的 这慢慢变成我现在也是向着这个方面去发展 嗯 我之前听过那个粤语 朗诵那个古诗文非常的有味道 对 今天您来到我们的一战到底的舞台上 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啊 哇 我来一首 叫做是爱情写的一首叫 我爱这土地 出发一下就是对祖国的一个情怀 好 好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施雅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了一土地 这永远洶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憤怒的风 我那来自能奸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我那来自能奸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这土地里 为什么我的眼泪上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 我爱得深沉 哇 好棒 是另外一种味道 但是我觉得心中的情感 跟我们今天在座的 在站的 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是一样一样的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 虽然我出生在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家庭里面 但是妈妈常常提醒我 中华文化也是我们的根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让中华文化做好像我的名字一样嘛 阳名声显万民 希望可以把中华文化 再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我们中国是很棒的 谢谢我们的澳门小伙 好 因为我跟你的经历应该差不多的 因为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也是每年跟大山老师 然后搭档主持海外春晚 其实也是一直在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 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很多可以交流的 然后继续架起空中新丝绸之路 传播中华文化 好 那现在戴显阳 下面你可以开始来选择了 挑谁呢 选个更多把握 其实在一个广东 我们澳门的糖水 其中一个叫做芝麻糊 我非常的爱吃 哎呀 对 就是呢又有营养又好吃 就好像这一位漂亮女生一样 这么的健康 所以我的选择是芝麻 哇 而且今天选芝麻 选完芝麻 今天就糊了 不 不 我其实今天上台之前我就想说 无论今天谁选我 我都要试一下抢答 因为我没有抢答过 选择抢答 我的妈呀 冠冠难过 冠冠过咯 加油啊 好 请准备 抢答开始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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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兰 我国接壤省级行政单位最多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哪个省 陕西省 加油加油 通常人体血液中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过少会造成哪种病症 血平平血 雪平平平血 雪平平血 是不是广东话里面是倒过来说的 有时候会 怎么讲 血盘 算你对了 好了 速度更快 加分 他的慢歌负责传播的广度 而快歌负责创作的高度 是对哪位歌手歌曲的评价 周杰伦 答对了 在古罗马神话中 丘比特是维纳斯的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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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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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彤在日本留学时接触了哪首歌曲 而后填词创作了送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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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写阳你答的是香愁 对 而芝麻答的是离愁 正确答案是绿愁 诶 两个人都答错 所以都不计分 好 电影《我的姐姐》是由哪位女演员领衔主演的 张子枫 加油 张子枫 根据我国的防汛条例 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应的是什么颜色 两个字 橙色 音乐回看 橙色 橙色 经过系统判定 芝麻速度更快 好 加油 世界一通闻我 要我抱之以歌是哪位文豪的名字 太开 很显然芝麻速度更快 请听音频题 这是哪个国家的语言 非洲 哪个国家的语言 你达成个非洲 送分给芝麻 我国台湾省哪个歌手差点成为歌唱组和小虎队的 是 是 花茶制作过程中的几熏议题 其中的熏指的是什么功用 用花瓣熏茶 耶 这个意思吗 是 答对了 加油 加油 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已经在空飞行多久了 51年 因为我知道它是1970年发射 所以应该大概5年 厉害 刘慈欣小说《三体》描写的三体文明所在地 是哪个星座 半人马座 半人马座 圆福岛赛线教育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圆福岛在线教育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本节目由圆福岛在线教育冠名播出 圆福岛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 现在下载圆福岛APP即可享受新人福利 解锁语树双科加油包 赶快下载来报名吧 一战到底世界名校宝典好好看世界正在热卖当中 而我们的这才是题库也早就在全国同步上线了 八本书精选八大门类八千道优质的题目 堪称是答题界的天龙八目 从现在开始请登陆京东当当天猫亚马逊进行订购吧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刘慈欣小说三体描写的三体文明所在地是哪个星座 半人马座 半人马座 地挡地挡 好 太刺激了 真的是这好紧张 真的好紧张 抢达真的很紧张 真的跟看电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 很多的这时间要控制得好 还有很多压迫感的感觉 对 让我有享受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站到底的体验在这里 所以呢大家我掉下去以后 希望下一次看到你们就在澳门了好不好 好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精彩 就要到这里了 让我们恭喜李清彤那股小鸟 拿入一站青年 对 第二位 好 在此我们看 谢谢